男子获得一管外星人变异药水 只要将他注入人类身体中 就会触发体内的原始兽性基因 然后变异成犀牛和猪八剂 战斗力也瞬间爆棚 作为大脚帮的首领施莱德 看着眼前这个成果很是满意 要用他对付隐藏在地下的刺少们 原来施莱德前不久在城市释放病毒失败被抓捕后 背后的大脚帮组织试图将其营救下来 获得情报的刺少们 驾驶他们的战车飞驰在路上 看着前方一群黑帮骑着摩托车正试图拦截球车 一声声爆炸爆飞了的护送车辆 看着他们正在球车上方进行切割 四上门甩出无数飞盘进行阻挡 随后又甩出机械臂 在黄龟操控下将两旁阻碍清扫干净 但这也引来更多摩托车队前来攻击 释放出无数炸弹 随后红龟挺身而出 一下解决了两个车手 再来一个铁头弓 而就在这时 一辆直升机突然赶来 向下释放出一块大磁体 将球车的车顶系开 施莱德随即抓住直升机的绳索爬到车顶 不料被老大甩出一个刀刃 随后直升机降低高度 施莱德试图跳到上面 黄龟随即发射出一个绳网 不料在抓住的那一瞬间突然消失不见了 施莱德居然被传送到了另一个空间 一个长相怪异的外星人突然冒出 原来这个外星人企图统治地球 但有传送门的三个零件掉落了地球 其中一个就在施莱德大脚邦这里 而另外丢失的一个在博物馆 一个在巴西语林 许诺施莱德 只要他找到 就一起来统治地球 施莱德很失乐意 甚至还给了他一个对付四个乌龟的神秘药剂 回到地球后的施莱德找到博士 利用这个外星神秘液体制造出了变异药剂 为了验证效果 直接朝着这两个傻瓜社区 没多久 两人就发生变异 一个变成了犀牛 一个变成了猪八剑 而这一切 也被闯入实验室的女主发现了 为了阻止他们 女主偷偷拿走地上的一小瓶药剂 然后又趁机拿走了一大瓶 但很快被大脚邦的人发现了 女主四处逃跑 马路上被一帮黑衣人拦截 但好在警察出现了 双方都躲藏了起来 而药剂也被警察捡走了 女主将那瓶小的药剂交给了子龟 发明家子龟经过分析发现 居然发现了惊奇的一幕 他把外星变异药水滴到自己的手背上 乌龟的三根爪子 居然变成了人类手指模样 有了这东西 他们就可以离开这肮脏的下水坊 但这遭到了老大的阻止 一旦这样 他们就会失去战略优势 并让子龟将这件事保密 殊不知 这一切被躲在旁边的黄龟听见了 他自卑地看着自己的身体 决定和老二抢回这瓶药水 于是他们联合女主一同来到警局 黄龟趴在上面射出一根绳子 粘住警员的通行证 结果差点没拿稳掉了下去 好在黄龟的舌头很是厉害 随后与红龟在通风管道来回配合传递 并顺着天花板传给了女主 就在他准备打开储藏室时 大脚帮的人突然吵了进来 并抢先一步偷走了药水 于是双方在警局开始了激烈的抢夺战斗 危机关头 他们将另外两兄弟呼叫了过来 四人轻松解决了大脚帮的人 抢走了药水 而就在这时 他们的形象也被警察发现 甚至大骂他们是怪物 这让黄龟更为难受 女主试图上前向警察解释他们是正义守护者 四龟们也趁机逃跑 回到基地的四上门因为药水发生了争吵 黄龟更为刚才被骂是怪物很是沮丧 为什么默默地为他们伸张正义 却被认为是怪物 鼠霸对他进行了劝道 人类面对不熟悉的事物是往往充满了恐惧 与此同时 在两只变异怪物的帮助下 施莱德已经来到博物馆抢走了第二块时空碎片 第三块碎片也已经被他们找到 正乘坐飞机从巴西返回 得知消息的四上门只能暂时放下关于药水的分歧 乘坐飞机抢夺碎片 他们锁定好位置后 准备直接跳跃下去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子龟直接一跃而下 朝着飞机发射出一个吸盘定住位置 随即又环绕飞机转了一大圈 终于平稳落地 黄龟和蓝龟也紧随气候 凭借硬核的龟壳坠落在飞机上 最后被子龟紧急拉住 安全着落飞机上 然后就是红龟了 胆怯地迟迟不敢跳下去 最后带上降落伞惊慌地向下跳舞 结果掉到了飞机的挡风玻璃上 机长都看猛了 还不忘打个招呼 然后又险些被甩到一边 好在最后老大及时拉住了他 四上门齐心协力进入飞机内部 随后他们找到了传送装置碎片 可就在这时 那两个变异怪物突然现身 双方随即撕打一起 子龟则小心翼翼地拿着传送装置 而就在这时 愚蠢的犀牛怪居然在机舱内用大炮连续射击 直接把驾驶舱准备了 飞行员也隐恨西北 失去控制的飞机在空中四处旋转 眼看就要向地面坠落 子龟则赶紧跑到驾驶舱 正准备驾驶飞机时 结果方向盘也给干没了 于是他灵机一动 直接将自己的棍子插入了方向盘上 还真的操控了起来 这操作简直了 最后将飞机缓缓迫降在了水面上 幸运的是四少们都安然无恙 离谱的是他们居然不会游泳 红龟找到一个石头 以为来到了地面 结果是一个巨大的巴西龟 似乎在嘲笑他不会游泳 与此同时 那两个怪物也从飞机里跑了出来 传送装置也被大猪怪捡到 老大随即一脚快飞 就在队友即将捡到之时 不料犀牛怪突然在川流中 驾驶着一架塔克冒了出来 一炮下去 直接将四少们炸飞 装置再次被两个怪物抢走 而四少们直接跟随悬崖步步掉落了下去 好在他们的身体足够强硬 回去的路上 他们再次争吵 互相指责这次任务没有做到相互配复 但殊不知更大的危机即将降临 科学家将一个能量球体插入这个设备中 随之机器爆发出巨大的能量 天空冒出一个时空裂缝 一个外星生物突然降临地球 外星武器源源不断地被传送过来 四少们分析发现 这些都是外星战舰的碎片 一旦全部传送过来组合完成 地球就会被外星占领 现在只有他们能够出去打败外星人 可他们现在因为已经被警方认定为是怪物 无法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 无奈之下他们直接找到警方谈明一切 只见他们从下水到攀爬出来 警方举着枪在外头等着他们 但他们没有逃跑 诉说着自己热爱这座城 一直以来在努力保护这座城市 包括之前打败大脚帮的事情 而旁边的女主等人也帮他们证明了这一切 警方也终于认可了他们 他们第一次在白天站在城市街头 准备迎战外星人 与此同时 外星战舰各种固件在空中旋转开始组建 大脚帮的首领施莱德也被传送了过来 他与外星人勾结仕途一起统治地球 不料外星人看他已经没有任何利用战舰 直接将其冷冻成了收藏品 而此时四少们也赶了过来 被眼前的这红达的外星战舰所惊讶 黄规好奇地看着这个外星机甲敲了敲 结果下一秒 外星人就突然就从机甲里冒了出来 把黄规吓得一愣一愣的 四少们与外星人撕打一起 但战斗刚开始一个个只被踹飞 战斗力着实太强 三规轮番将外星人缠绕住 老大趁其不宜砍断他的一个手 不料这机甲具有快速复原能力 他们也只能继续与其战斗 为子规破解外星飞船争取时间 外星人的大旋转把他们转得阴头转响 好在子规终于发现了这艘战舰的致命弱点 只要破坏上方的信号中枢系统 一切就迎刃而解 随后在队友掩护下 黄规驾驶着滑板一跃而上 终于将顶部的信号源摘除下来 不料又被外星人狠狠勾住 危急时刻 老大和红规一跃而跳 直接拔掉了外星机甲的头部 随后子规一棍下去直插而入 直接将外星人的机甲彻底摧毁 随后他们将外星的信号中枢球体用无人机挂的 在外星战舰即将合体的最后一脑 穿越而过 组合体则跟随信号源再次拆解 随着信号源再次从虫洞穿越而去 外星战舰也随之彻底挖解 四少们欢呼起来 他们再次拯救了世界 事后 四少们也得到了认可 可以光明正大的出现在人类视野中